昨天我菲律賓工人走過街市 竟然聽到一個自稱不識一個叫周星馳的人 我當堂下一條 原來真的只有淡笑 這個世界上竟然有一個自稱不識周星馳的人 你說抵不抵死? 驚不驚喜? 不好意思 介紹自己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 明世 明便是你的明 明便是你的世 沒錯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的就是 周星馳 相信大家都一定對這個人一點都不惑心 我相信其實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慢慢開始忘記周星馳這個人的存在 我們90後80後 甚至可能有少少靈命的人 他一定不會忘記周星馳這個人的存在 他發覺無數喜劇電影 包括 用不需要韌韌韌說 用不需要韌韌韌說 又或者是 我的名字叫做 我懂 我懂 說話不是這樣的 我一師父都學到的 就是越來越高手說話越遠越低調 各位 我懂 好 勝 今天很高興與各位親戚和新聞界朋友見面 還有 太多太多了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島城》 島城這個作品 相信大家一定很清楚 很深入民生的作品 我也想為大家今天重現一個畫面 重製一個場面 給大家看一下 昨天 我菲律賓工人走過街市 聽到一個賣魚佬 說話有一個人叫賭神 是你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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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同下一條 原來一口笑 這個世界居然有人自稱為賭神 那就是看不起我 我叫賭神 你賭啤也要用隱然液晶看眼睛 我坐在殺王 我看穿牌的 這就是個特異功 這就是煙屎 只要我輕輕 嘟嘟 就變成一隻殘了煙屎 因為我還沒發功 我發功變成一副麻將出來就行了 你問我果然無厘頭 我告訴你睡醒 看九九六 看什麼 調戲不上就出來發個本 大家出來研究一下 在所難免的就是一百幾十萬 嘩 什麼嘩 不學東西不用錢嗎 抄機我香港聯絡電話號碼 在香港3345678 我重複 在香港3345678 你不打零 我沒有所謂 因為這些是你的損失 十點之後不要打零 因為我笨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這集的話 記得在下面 留下一個Like 按一下不知道什麼按鈕 按一下不知道什麼 按一下就飛黃潭大吉了 記得按Subscribe comment like 這樣就成功了 記得快點分享這條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如果還有的話 希望大家喜歡這系列 如果你喜歡這集 想看第二集的話 就快點Inbox 留言 Like 做完你可以做的事 這樣就可以記得下一集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收工 你看我不打 你硬是看我不打 不要啊 吹我不醬啊 大笨醬啊 你硬是看我不打 你 沒有 都沒有 你